我们农上的目前的挑花就我一人 但是就是我心里想 假如是我不做的话 这个就是在我们农上 可能就没办法延续下去 把这个船车坐下去 好像就是自己心里使一种安慰 对吧 心安选择再一下 在明国一二年的时候 那个明国挑花那个时候就很适应了 土家族的条花基本上都是素绣的占多数 但是苗族条花还是带颜色五样六色的 都是一个十字交叉 十字交叉的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我妈妈大概是八岁的时候要我学 但是当时的时候学条花就是头巾要我学 她妈我好背 妈妈的一份苦心还是我们土家族的土家姑娘 不是你那个手工活假如是做好的话 你嫁出去了别人就看不起 首先就是选择一个布料是不是 最大的困难就是选择布料上面有点难 我们这农山的话这个土部基本上没 基本上消失了 开始手杀做的时候先跟这个绷子来绷起来 如果是你这个绣花是从这个中间开始想外延的 吃绣吃完了就是开始装表 现在年纪大了久住了也不行 就是想通过开直播的话我就说先把这个挑花的这个传承下去 也想通过这个品牌把这个作品把这个产品打开销落 然后带动这附近的这留守的小孩的一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但是目前来上这个产生的那个经济效益太长 现在的目标就是我把我通过就是把作品做出来 然后我准备就这样收集资料 把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用书的形式给它收集了 每天我就是爱手工花 挑花我觉得这个好玩 我觉得做这个挑花的话好像这个新的能够沉寂下来 做这个好像什么都不显 做挑花就像我以前就是我信佛嘛 佛教里面碰到那个大伯咒那个深夜一样 哈哈哈哈 我的事 也开心也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啊 不如笑吧 não 好 对 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